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她说 她的女儿归异佛有十多年了 外甥女同样也归异佛了 她说 我没有强求她的 是我没有智慧 想归异佛是有善根很欢喜 就到寺庙里为她们母女办归异 她女儿是娇小觉得很忙 她不会做饭 她丈夫买菜做饭 丈夫善根很浅 她说她告诉她 买菜不要去买和鱼 和鸡去做汤 女儿说她没有看见啥 她又没有做汤 请问老法师 这个问题 请老人家开示一下 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 我本人每一天吃一顿 请问老法师 我早晨晚上可不可以吃一点清苦 这些事情呢 最好不要提出来问 这个太小的问题了 没有关系 这个素食是修慈悲心 与念佛往生没有关系 你看看 净土三经五经 里头并没有说 这个不吃素的人不能往生 没有这个话 所以吃肉的人 念佛也能往生 经上没有这个话 学佛的人一定要依教奉行 一定要依照经典里面所说的 素食 释迦牟尼佛在世是托波 一切都要方便别人 人家吃什么就给我们吃什么 一点忌讳都没有 决定没有妄想分别之处 所以托波的时候 给什么吃什么 至于素食 是中国梁无地提倡的 诸位要晓得 全世界学佛的人 出家人都不吃素 只有中国人吃素 这梁无地提倡 但是素食有没有好处呢 素食确实有好处 掌扬慈悲心 如果你自己吃素 吃了很多年了 心底一点都不慈悲 念念的还想报复别人 那你这个素 那你这个素就是要冤枉吃了 你不要吃了 那这个道理一定要同 所以慈悲心 所以慈悲心比吃素 还要重要 不可以有害人的心 不可以有报复的心 不可以有占人便宜的心 你有这种心呢 比吃素的功德 不晓得要大多少倍 但是现在的这个饮食啊 麻烦啊 现在的肉食 会传染 会传染许时多多疾病 为了身体健康呢 最好采取素食 素食里头 现在又有麻烦 一般素菜啊 用很重的农药 迷离说摻化石粉 所以从前黎兵南老师说 现在人可怜啊 活得真可怜啊 就从经上讲的 说社苦饮毒啊 你所吃的 你所喝的 没有一样 不是有毒的 那科学家现在警告我 如果我们今天环境要不能好好的改善 再过若干年之后啊 因为空气里头都有毒 你说人怎么活法 这个日子怎么过 所以这些妄想分别打掉 一些你念佛求生进度 这样就好 这是老实话 这位同学问的 他说他父亲已经五十多岁了 学佛有二十多年 吃素也有二十年了 最近得了重病 肝癌 他本人呢不知道 住在医院里面 医生说他父亲 为了他父亲早一天健康 啊 叫他吃婚 啊 那么家人跟眷属 听了医生的话嘛 也都劝他吃三斤肉 没有罪的 啊 这个 说这些动物的灵魂都已经投胎去了 啊 那么他在种种压力之下 他没有办法 开婚了 吃了一个多月 啊 那么以后啊 他这个 他知道自己的病情 啊 啊 那么发忏悔心 恢复吃素啊 啊 他父亲是五戒的 这样会不会反戒 不要去想这些事情啊 啊 你父亲是个好人啊 啊 你不要胡思乱想啊 啊 你胡思乱想 对你自己伤害很大啊 啊 第二个问题 他请问老法师 他父亲学佛 说受持二十多年了 啊 现在得了不治之症 是否他叙事罪业太重 或是今世修行不如法 抵不过那些罪业 这怎么办呢 啊 你这个孝顺女儿 都想办法救她啦 方法有 在地藏菩萨本宴经里面 你能效法地藏菩萨 你父亲就得福了 啊 那么这培训班 有几位同学啊 那么这也是佛睡佛学常识 进宗念佛大厂 遇到当地道教法会 神明油庄 有必要办香案 共香花水果吗 这个没有必要 这个没有必要 除非是办这个宗教联谊的活动 我们可以做 如果不识 各个宗教联谊活动 就没有必要 专心念佛就好 第二个问题 农历真月初九 有必要拜天宫吗 拜玉皇大帝 这个 我觉得也没有必要 好像我们过去 过去我在台湾住在道场 一般拜天宫啊 好像是初一吧 大年初一 这个拜天宫 这是对于天神的尊敬 感激天神的护法 意思在此地 这一位同学问 在有信寺问我 老法师常讲 往生西方 是回老家 是不是我们曾经就在西方 此意他不明 我也回答不清 那念佑信寺说 老法师讲到西方是回老家 那偶一大使为什么说 去得是不去 此我也不能解答 那秦老法师 慈悲开道 你们的问题啊 都是诸了像 你们有执着 执着不能够打破 这个问题就解不开了 那我讲经也常常讲啊 虚空法界 一切众生本来是一体 那这个话我讲得很多了 你怎么没有听清楚呢 老家是什么啊 真如本性 禅宗里面讲 大彻大悟 明心见心呢 就是回老家了 老家是真心 老家是自信 老家在哪里呢 无处不在啊 所以偶一大使讲啊 生者决定生 去者是不去 这个话把你搞糊涂了 你没有发生意见了 你们现在天天看电视 你用电视画面做个比喻 你去仔细想一想 生者决定生 那我们把频道 调到西方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的画面出来了 去仔细不去 还在这个电视画面上 并不在别的地方啊 娑婆世界 极乐世界 华藏世界 同在一个地方 同一个地方 确确实实有无量无边不同的法界 问题呢 在频道啊 就像一个电视机啊 中国这个频道比较少 美国有一百多个频道啊 一百多个频道就是说 有一百多种的画面啊 你喜欢看哪个画面 就挑战哪个画面 这岂不是 生者决定生嘛 去者是不去嘛 有没有西方极乐世界 真有啊 不什么有啊 确实有啊 在哪里呢 按这个这个这个 按流调整好了啊 它就出现了 频道调吵了就出现了 就这么回事 那么现在我们要如何调整 我们自己的频道 我最近看了一本书 报道啊 澳洲的土著 我们一般人称为他们没有受过教育 野蛮人 我看到有一个问题 我非常惊讶 他们生死自在 知道自己死了以后到哪里去 年岁大了 极力摔了 不想在这个世界呢 再住下去了 他能够在两分钟当中 他就死亡了 他这个是怎么做法呢 把自己这个心里的活动 我们讲现在的活动 他有能力关闭 好像我们身上这个动 都是电流在动啊 他能把这个开关关到 开关关了之后 两分钟他就走了 得大自在啊 他没有病苦啊 他没有死苦啊 生劳病死是人生的大苦啊 他有这种本思 我们文明世界不如它 可不可能 真的可能 我们说佛的人懂得 那我们身上电流开关在哪里 你们找到了 你要找到也可以生死自在啊 这个事情 我相信是真实 绝对不是虚幻的 底下这一位 山西大同的同修 他问 他说我们是山西大同 是一个相对比较落后的地方 人们的思想也不开花 很多佛教弟子 还是很迷信 很盲从的 今天来一个法师 明天来一个和佛 都要去学一学 前不久 前不久 来了几个和佛 于是我们这些居士 都去念咒 学破瓦法 不知这样做好吗 这些日子呢 又来了一个法师讲经 讲得很好 但是他讲到菩萨界时 使我们这里的居士都受了 可受后啊 还是没有病 怎么样 还是怎么样 不知菩萨界 可不可以 亲受 环游我们这个地区 有个讲经的句子 他听了净空老法师讲法 他几十遍记下来了 再根据当地的情况去讲 很多居士都反对 说有究竟空法师的带子 还用他讲吗 我们这里有位居士 讲经呢 就有很多人反对 说没有受菩萨界 就不能讲 只有出家师傅才能讲经说法 不知这个说法 对不对 这种情形 在世界过地都相当普遍 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 是佛教洪化人才太少了 所谓是共不应求啊 在外国这个现象就更多了 只要是来一个法师 来一个和佛 来一个喇嘛 从这里经过 立刻去请他来讲经说法 请他来关顶 学佛的同修学得很杂 最后我真的不晓得修什么方法好 每一个法师 这个和佛喇嘛都说他的法好 每一个法都好 到最后不晓得修哪个方法 这个现象非常普遍 古来大德教人 一门深入啊 尝试寻修 你才能得佛法真实的利用 你要想的 佛法修的是什么呢 你在三皈依的时候 已经传授给你了 佛法身三宝 六足慧能在谈经里面 给我们做了最明确的说明 佛的觉也 法的正也 深的静也 佛法身呢 就是觉正经啊 我们有没有觉悟呢 有没有正知正经 有没有清静心呢 这三双四行是一二三三个一 如果得到正觉 他的知见一定成正 他的心一定清静 如果你得到清静心 你一定觉悟 你不会迷惑 你一定是正知正经 佛教法门随斗啊 有闲有密 有中门叫下了 但是把它归纳到最后 只有三门 觉正经三门 这三门呢 无论从哪一门进都可以 好像我们这一个讲堂呢 有三个门 不管你从哪个门进来都一样 觉正经三门啊 在外面是三门的 在里面是门就没有了 进来都一样了 那么故去在中国禅宗信宗 它是走这门 它是走这门 走这个门 教下呢 是走正门 这个密宗跟净土啊 是走静门 你能把这个原则掌握到 不过你就不会做错路了 我们今天修净土 修净土 这个静门是清净心啊 你今天清净很多法师 清净很多法门 回来想一想 我的心呢 是不是一天比一天清净 一月比一月清净 果然清净心现前呢 你修行功夫得了 如果得不到清净心呢 那你就错了 特别是对促学 这个话我们在讲习当中 也讲过不少次 诸位要记住才行啊 那促学 最重要的是司诚 司诚跟一个老师学 一个老师你走一条路啊 容易成就 两个老师是两条路 你到底走哪一条 三个老师三岔路口 四个老师十字街头 老师越多啊 就完了 古今中外 凡是有成就的人 都是一个老师 这个道理啊 我们初学人咋跟呢 古时候 跟定一个老师 跟多少年呢 一般是五年 咋跟的教育 五年之后 你定会啊 有了一点基础了 你有能力辨别邪证 有能力辨别是非 有能力辨别真妄 有这种能力 佛家有个名词 叫得法眼镜 你有这个能力呢 老师容许你离开 这个时候 什么法师都可以清净 什么法门都可以听 都可以学 对你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广学多文啊 广学多文的条件呢 是你有能力辨别邪证是非 你没有这个能力 不够资格参学 你参学的时候就乱了 你不得其以凡受其害 现在许多道场啊 都受了这个影响 那么诸位同修 真正要想修学 你一定跟一个法师 古人学五年啊 行啊 现在人学五年不行啊 我跟李炳南老师 就学十年 加了一遍 然后看看别人的东西 听听国家的言论 对我有利益 我不会受其害 如果你没有这个基础 那怎么行呢 这一点非常重要 知识能不能讲经说法 这是可以的 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 唯摩居士就天天讲经说法 但是佛门有个规矩 居士讲经说法呢 一定要受菩萨戒 这是规矩 不受菩萨戒 不受菩萨戒 讲经说法 这个是不后规矩的 既然居士发心讲经说法 一定要受菩萨戒 我们鼓萨戒 出家在家 四中同修 学习讲经说法 我们鼓萨戒 讲经说法的人有多 佛法才能够信亡 所以发现居士当中有能讲经的 如果他还没有受菩萨戒 如果他还没有受菩萨戒 劝他受菩萨戒 这是好事情 至于学讲 一定要有依据 不能随自己的想法看法去讲 这样讲法 容易把经义讲错了 想错了 要复因果子 为什么呢 误导众生 这个罪过很重 所以讲经一定要有根据 那我们初学讲经的人 自己智慧没有开 凭什么讲经呢 我们往年初学 讲古人的诸解 决定不能违背诸解的意思 换一句话说 把前人的诸解 用我们自己的言语表达出来 这是李老师教导我们的 那讲错了 那诸解的人他负责 我们不负责 如果用自己意思去讲 那你讲错了 你自己要负责 这是学讲经的 是学讲诸解 学久了 时间长了 熟透了 逐渐逐渐变成自己的 那自己 决定要一教奉行 你才能欺辱佛菩萨的境界 如果自己不能一教奉行 你一辈子讲的都是别人的 不是自己的 所以真正要发行奉行 所以真正要发行奉行 不可以不一教奉行 佛教我们怎么做 我们要真干 佛教我们不能做的 所以我们决定不可以违背 尤其是修学的纲领 其心动念都要能记得 但不可以忘掉 不可以忘掉 我们尽忠修学的纲领 我们提了五个科目 今夜三福 我们能不能记住 其心动念 与三福相应不相应 佛对于僧团里面教导的六合进 我们有没有给大众和睦相处 非常重要啊 六合进是佛教导我们的 我们是佛弟子 佛弟学生 佛弟学生跟任何人相处 都要遵守六合进 六合进 六合进 头一条 进和同结 这个是 清净平等 和睦相处 更哪 那我的意见跟他意见不一样吗 这意见不和吗 怎么能相处呢 佛教给我们见和同结 怎么样才能和呢 我把我的意见放下 就和了 如果我坚持我的意见 他坚持他的意见 这两个人就不和了 当中有一个人学佛 学佛的人能够把自己的意见放下 那 恒顺众生 随喜功德 就活了吗 那 六合进的精神建立在此地啊 那别人这个意见是不好的 那怎么办呢 佛弟子有智慧 我还是随身 随身当中呢 帮助他觉悟 帮助他回头 慢慢就证他了 慢慢就证他了 自己一定要做好的榜样 好的示范 让他 让他对你生起信心 生起尊敬心 他就会接受你的劝告了 意见不合 你要跟他做冤家对头 他怎么会听你的话呢 不可能吧 这就变成冤敌了 就错了 所以佛的教会 具有真实智慧 圆满的教学 我们要能够体会 要会应用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看众生造罪业 不是看不出来 那我们就变成白痴了 我们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他今天造的什么业 他将来受什么样的果报 能不能劝呢 不能劝 为什么不能劝呢 他愚痴 他没有智慧 他有业障 你劝他 不但他不接受 他还要反抗 他把你看到仇人 看作冤家 这个仇恨 愈激愈深 这就错了 佛教导我们的原则 冤家一劫不一劫 决定不给人结怨 决定不给人结怨 执着非常严重 执着非常严重 佛报的人 天天有精听 可现在的人有福了 有福他不晓得想 那就没法治了 现在人负在哪里呢 科技带来的佛报 法师不能天天给我们讲经 我们录他一套录像带 天天听 这个机会就有了 那法师讲经讲的很多 我到哪里去找这么 把他的录像带找完全呢 没有必要 一步就够了 天天不断重复听 一门深入 你们注意 要能把我这些话 这个意思听懂了 那就是宗教里面讲的 你们就得救了 一步进 天天天 你听个几年 听个几十年 你就开悟 为什么 心定的 定心就是觉悟 就是智慧 你得借定慧三学 自自然然成就 不要刻意去修 六度三学 自自然然去修 不可思议 如果你什么都想学 什么都想听 什么法师 仁波切 喇嘛都想清静 你是跟佛法界界缘 来生还要搞认回 确定的有能力 脱离三学 脱离三学 要放下了 学一门 不要执着 学哪一门 门门都好 哪一个法师都好 哪一个喇嘛都好 哪个仁波切都好 禅也好 敬也好 略也好 教也好 多好 关键是 硬门深入 你才能得理 法门平等 无有高下 诸位要懂这个道理 好 这个问题 我就回答到此地 这是一个中国的居士 他问了三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居住条件不太好 没有专门放金的屋子 只好放在屋室里 行吗 行 佛法只要从内心的真实攻进 不在乎行事 行事 一定要跟自己生活条件相应 如果我只有一间屋 我的屋房客厅什么都在一起 佛像就共在一起 这个是如法的 如果我住的房子很大 房间很多 应该用一个房间做佛堂 恭敬行法 所以佛法是非常非常活泼的 第二个问题 夜间可不可以躺着看 露音带 听经看露音带 因为关了灯 听很长时间 戴上耳机 又不影响别人 可以吗 可以 只要你肯听 怎么方式都可以 就怕你不听 躺着听觉神 注意记住 特别对初学 初学你说这样也不行 那样也有罪 算了 我不听了 不学了 你不是把人学佛的机会打断了吗 那初学的人说 我喜欢躺着去 行 什么都行 那可以 我能接受 你一定要限制他 怎么怎么说 他就不说了 学佛的语言就断掉了 这个是我们的罪悟 所以对于初学的人 提什么条件 统统可以 没有一样不打印 第三 由于条件有性 不能设佛堂 对修行有影响吗 刚才说过 绝对没有影响 这位同修说 有人说 打坐念佛 妄念多 胡思乱想 这不是念佛 而是骂佛 这个问题 如何理解 清朗法师 慈悲开示 打坐念佛 虽然妄想 多 不是骂佛 口里念念是阿弥陀佛 怎么是骂佛呢 南无是恭敬的意思 皈依的意思 虽然我口念 心里头 并没有皈依 并没有恭敬 也没有骂佛吧 念总比不念好吧 这是一定的道理 这个念佛 所以口念 弥陀心散乱 也有好处 好处在哪儿 口善啊 心不善啊 心不善 我口善啊 三月当中还有一条善 哪有不好的道理 只要念佛 多好 如果口念佛 心里也有佛 那你这一生 决定作佛 口有佛 心里没有佛 这一生不能作佛 但是 你已经种了善根 阿赖耶里面呢 佛的种子 叫金刚种子 这一生 所以不能起作用啊 来生后世 会起作佛 只要肯念佛 这个人将来决定作佛 你问我了 你问我 你已经就做了善 做善不做善的事情啊 不相关 不要把它放在心上 就不做善了 那 那 常常把这个事情放在心上呢 那你就做善了 打坐 可不可以念佛 完全看自己 啊 如果 这个自己念佛 不能摄心 加上观想呢 可以摄心 那这对自己有好处 啊 如果念佛自己心很亲近啊 没有忘念啊 没有啊 这个这个忘想 那就用不住在家这些啊 啊 总而言之 要看你念佛呢 心亲不亲近啊 啊 弥陀经常跟我们讲 念佛功夫目的 是 一心不乱啊 啊 这是念佛的真正功夫 真正的目标啊 啊 为什么念佛呢 为一心不乱 一心不乱就是清净心 是吧 只要念到心亲近 功夫得了 如果心不亲近呢 那么你就 再加上别的方法 试试看 啊 啊 到功夫 这个功夫得利了 帮助的方法 可以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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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培训班同学问 他促下一句的公案 问大修行人 还落英国佛 此大修行人 此大修行人 是指什么境界的人 而后面的答说 不媚英国 此四字又是什么意思 那么这个地方的大修行人 那么这个地方的大修行人啊 啊 这个是古老的公案啊 啊 是伯障大师的公案 在语录里都有有记载 大修行人 大修行人 最低限度 是阿罗汉 啊 必须超越三界六道 啊 他才有这个能力 六道里面呢 那不算了 纵然到飞翔飞飞翔天 还时六道反复 阿罗汉菩萨 超越六道 啊 那么再往上提升呢 那大修行人 是超越舍法界 啊 那真正叫大修行人 啊 那这些人 就是过去身中 造作的业因 还受不受啊 这个善我果报 问的意思 是在这个地方 啊 所以这个大修行人 有两个讲法 啊 这个 这两个讲法呢 真正的 讲法的事呢 是发生大死 破一瓶无名 这一份发生 啊 如果把这个水平降低呢 也是断尽丝烦恼 正阿罗汉菩 啊 这也算的是大修行人 啊 小臣的大修行人 不媚因果啊 跟不落因果啊 是两个意思 不落因果是没有因果 他过去造的窝 不受窝报了 啊 这叫不落因果 不媚因果呢 还是受报 受报清楚 这叫不媚 媚是明了啊 不媚是明了 媚是不明了 啊 不媚啊 就是明了 啊 我受的果报 知道 这个果报 是过去什么样的 一阴干的的果报 清清楚楚 明白明白 啊 啊 这个叫不媚因果 啊 我们都高僧传 啊 你看这个 安世高大修 啊 他在过去 年次到中国 廣州啊 还命债啊 啊 那就是不媚因果 啊 前世误杀了众生 啊 这也是故意找到前世的 被他杀的这个人 啊 跟他在一起 也被他误杀 啊 这个 英国就结了 这帐就结掉了 他为我们实现了 他有这样的神通道理 他可以避免呢 但是你这一身避免呢 来生避免不了了 生生世世这个帐欠到在那里 不是办法 总的要还钱嘛 欠命的还命 欠钱的还钱 诸位从祖师大得了 这种种的世心 我们就觉悟了 我们就明白了 这个世间 人与人之间 哪一个人想占哪个人的便宜 没有这个道理 为什么呢 你这一身占便宜 来生要还人家的 真正看清楚看明白的 没有占便宜的 也没有吃亏的 所以今生 如果你有钱财 被人骗去了 你一点都不要难过 为什么呢 你现在没有神通 你现在是没应过 不是不没应过 你不晓得这个前应后果 那么两个可能 一个就是 我过去是骗他 今生他把我的骗走了 这个仗了了 欢欢喜喜 站了 如果我过去生中 没有骗他的 他来骗我的 没关系 来生他会还我 你有什么忧愁吗 你一生活在这个世间 快快乐乐 欢欢喜喜 没有吃亏 也没有上当 也没有任何便宜好战 作为一银一桌莫非前定 因果通三世 要明白这个道理 第二个问题 弟子请问大师 佛智不忘于见 但有时说真话了 又怕令众生生烦恼 请大师慈悲开示 如何能 又说真话时又不答妄语 又能不令众生生烦恼 惹出一些麻烦事 对 这个是很有学问的 很有智慧的 那么这个你要一点懂得佛法了 条条戒律的又开语 那么这种妄语呢 开戒 不是破戒 不是犯戒 对 经典里头有很多例子 我们过去初学的时候 老师常常跟我们说 这个不忘于见 有一个持戒的人 受了无戒的人 路上遇到一个猎人 追一个兔子 那么在三叉路口 他看到了 看到那个兔子 从这边跑掉了 猎人就问他 你刚才看到那个兔子没有 看到了 从哪里走的 从那边走的 这是忘于吗 把猎人走 这样开语 救了兔子 也救了猎人 猎人煞身 他造业 你看 两面都救了 这个忘于叫开源 这叫开戒 他没有犯戒 他没有破戒 你从这个地方 你去细细的去 推想 凡是利益众生的 可以开 凡是利益自己的 决定不能开 利益自己的 你要开戒的话 那叫犯戒 利益众生的 可以开 利益自己呢 只有在治病的时候 治病的时候 这个五戒里面 酒 开源最多 十多药里头 需要用酒做药液 这个可以开 所以酒的开源很多 年岁大的 身体衰弱 这个血液循环 缓慢 酒 可以开源 可以在吃饭的时候 喝一杯酒 这个就是 帮助血液循环 当药用的 血液循环 那么还要在菜里面 蔬菜里面 用料酒 可以 这个都不是破戒 都不是饭戒 所以 学戒 一定要懂得 每一条戒里头 开着吃饭 什么状况之下 什么状况之下 可以开 什么状况之下 不能开 当开的 一定要开 不当开的 决定不能开 你要明了啊 不明了 那你受的那个借口 受的很苦了 你不知道怎么做 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 哪一种状况之下 要用什么方法来做 都是如法的 所以佛制定这些戒律 我们度了 深深感激他 或情或法或离 带着我们美好的生活 一丝毫都不居住我们 那么一般人感觉到佛这个戒律 拘束人呢 他不懂得开着吃饭 那么就实在戒条之下 这就麻烦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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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祈放 祈祷 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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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無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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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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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